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就是董哥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新穷铁道1.4版本的两个角色 分别是银月和辅旋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要怎么样去规划 要怎么样去选择这两个1.4的新角色 那毕竟两位角色人气都非常高啊 想多拿下的人肯定非常多 但是碍玉囊中羞涩呢 这两个1.3的角色只能够二选一的玩家估计也不少 就打比方说在我的新动态下面也看到这样的留言 就说 尹月 浮旋 静流 托帕 纳维莱特 福福 流云 纳维亚 我对他们的爱重于泰山 但是我的钱包清玉红毛要怎么选 你这不是全部角色了吗 你是什么滴滴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抽卡规划的这个话题吧 首当其冲 我们先把焦点聚焦在龙丹上面 毕竟在剧情里面有非常多的玩家都已经试用过了 在我此前的新铁动态下面 我也看到有非常多的玩家关心 比如说 尹月跟任的区别在哪里 差异化在哪 除了不同属性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回复的开拓者就说的非常精髓 任三个回合只需要一个点 而尹月呢 一个回合要持三个 这个其实任是四个回合 而尹月呢 也不是每个回合都爆发的 你抛开这些细节来说的话 大体的大方向来说 这位开拓者回答的非常好 尹月是更偏向于西额那种类型 他拥有一定的爆发能力 他拥有一个回合潜在消耗掉三个战绩点的能力 那自自然然的他的爆发能力是不可能跟任那么的非常平缓的嘛 其实一直以来绝大部分的游戏伤害出的快的角色 普遍风频都是比较好的 因为一般来说 玩家们的游戏体验也更加好嘛 你很少听说有玩家更喜欢有一些角色 他是打拖延战术的 这些其实在pvp的游戏里面也不算少见 就是你使用一些特殊的恶心的战术 一直拖拖死对方 你像口袋摇拐 甚至有一些玩家会使用糊糊在天梯上面拖人家战术的 就只要五六个小时就打一盘啊 就故意在那里一直拖 拖到对面实在恶心的不行了 就就主动弃拳了 但是在星穷铁道这个游戏里面没有pvp的 也没有什么可以拖到对面的电脑感到恶心为止的这种说法 相反星穷铁道是这样的 他的穷魔很多可能会有一些恶心的机制 恶心到让你觉得巴不得赶紧把它做掉才是上上侧 也就是说这个情况跟我前面所举的例子其实是刚好相反的 星穷铁道是 你不快点解决对方恶心的就是你 你应该抢在对面的穷魔在释放出恶心的机制之前 尽快把它秒掉来提高自己的游戏体验 其实我前面举的那个宝可梦的例子 根本原因就在于你的dps不注意让你秒掉对面的糊糊嘛 就导致人家给你拖了五六个小时 自然就变成了体验非常差的 所以像音乐这种有爆发性的集中dps角色 玩家们玩起来体验上去了 自然风评也就上去了 这一类的角色呢 社区的评价是很吃香的 所以关于1.3的音乐 虚数第一大谁肯定是没跑的了 我们在试用关卡里面也用过音乐 知道他的数值非常高 对不对 高数值再加上爆发式的战斗模型 在我看来他相较于希尔就是体系没有这么完善 但是个人能力会更强 关于你的这个角色 到时候不管是表现还是社区的风品 我都是非常看好 尤其是那假设他一魂跟二魂都是质量非常高的话 到时候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目前而言行穷铁道的主c的新魂啊 前面两个新魂都是给的比较保守的 硬要说的话也就希尔的新魂2可以顶一个仪器的主词条这么多吧 你连认的新魂2他也会比较保守的 他也只顶半个主词条 总的而言还没有出现前面两个新魂有机制性改变的主c目前而言绝大部分存量的玩家都还在假装不知道音乐的新魂是怎么样的一种设计 但是过硬的底子再加上强劲的新魂 音乐还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成为目前行穷铁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毁灭主c的 而1.3的下半则是完全另外一副景象了 因为新登场的两位角色他们全都是生存 而且是非常优质的生存 关于抚弦不必多说 在官方的前章直播上面 我们已经大概的打听到了他的设计机制 是先舟罗浮第一铁壁没得说了 炫酷夺目的大招仿佛预示着1加1的辅旋 他的大招伤害就能够赶上6加1的机子和警员大将军 那就我猜的 那反正这么炫嘛 这么炫没点伤害 这合适吗 不合适的呀 啊不对 那机子的大招看起来也很炫 就是伤害比较差强人意 不管怎么说 一个存护拥有如此炫目的对群aoe大招是不太寻常的 但是关于抚弦 我相信在上线之后 大家恐怕还是会面对当年跟银狼一样的窘境 那就是绝大部分玩家根本腾不出第三套的量子四件套 然后又跟当年的银狼一样 是吧 去穿什么鸡破呀 铁胃呀 这个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 那毕竟我也有玩零颗小号嘛 直到大家是刷不出来第三套量子四件套的 应该说啊 聪明的玩家是刷不出来第三套量子四件套的 因为聪明的玩家在现阶段肯定会优先把行技先点到八级 把等级拉满 把武器的等级拉满 这才是最大效率的 根本没有这么多体力去刷仪器嘛 就除非你刷仪器的运气又特别的狗 否则短期内像银狼呀 或者像抚拳这种角色 他们的副谁占模都很容易被摆下 其实更要命的是 关于星铁这个游戏呢 他们福利又太好了一点 目前而言 金雄点到月卡拉满的玩家在1.3的下半会获得620到630抽左右的限定票 这个此前在我的动态下面 很多玩家都已经晒出过自己的抽卡记录了 目前限定池都已经投入了将近500抽了 也就是说月卡拉满的玩家如果开服到现在不抽卡的话 在期望上1.3结束之前 甚至可以挑战一下满命复权 这个才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你没买大月卡的话 损失也没有特别的多啊 也有接近600抽左右 600抽不到意味着6个up五星的期望 也就是说只要你不首先去抽武器的话 小月卡党从1.0到1.3的8个up五星角色 你能拿下其中6个 并且在统计学数学模型上来说 600抽的抽数也足以让91%的玩家拿下前面八个角色其中的5个了 而理论上呢 前面570抽也足以让99%的玩家拿下其中4个 那有些玩家他是真的特别特别黑 我不管我就是剩下的那千分之一 我就是那个秦始皇 每个up角色每套179处他就是5个 不出来 那我也实在是没办法 但是从概率学上来说的话 确实你买了小月卡是超大概率到1.3版本结束为止 你会拿下4个up角色的啊 只要你不要乱抽的话 基本上你想要的特定的4个角色是超大概率会拿下的 并且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 绝大部分的玩家是没有黑到那个份上的 就导致他们可能手上分分钟有5到6个up角色 那这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为什么呢 进一步的会分散了你的资源的投入 因为混沌他本质上只需要两堆嘛 但是有些玩家他可能脸比较正常 然后左抽一点右抽一点 明明只需要希儿跟卡夫卡就可以打通这一期深渊了 但是他又养了警员跟刃 这就进一步的导致了资源的利用不效率化 关于星铁这个游戏 因为绝大部分的角色新魂都没有特别大的质变 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多抽一点角色 但是不是多抽一点主C啊 就尽管很多玩家在那里说什么 星铁这个游戏不是原神啊 没有什么辅助人权的说法呀 主C都有发光发热的空间啊 但是你不能否认的是主C的配养成本特别高啊 除了卡夫卡之外 就如果你非要把卡夫卡当成输出性的角色的话 关于量子大队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那就是他们毕业其实都是同一套的仪器 你只要拼了命去刷量子本 但最终的收益最大的套装肯定是银狼穿量子套 然后辅旋也穿量子套的嘛 目前而言量子套之中也就只有防御力的还未来可期了 其他的属性基本上就跟绝缘套一样 反正拆开来总有人用的嘛 算是性价比非常的高了 不同的玩家他抽银狼跟辅旋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 典型的例子就是银狼 你如果有二加一 甚至六加一的话 这些磕的比较多 体力也相对买了一点的玩家 手里的量子套也比较好 高配一点的银狼 输出也是嘎嘎的高 说白了就是量子队的角色复养起来是一个比一个猛的 而相对而言 你如果没有磕太多的话 你就要更加聪明的去分配自己的资源 在有限的资源里换取最高的体验了 角色少抽一点 仪器多刷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银狼跟辅旋的体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心铁有不少的角色 会玩不会玩 会分配资源 不会分配资源 是能够出现很明显的表现上的不同的 而相对而言 有一些角色呢 那你现在摆烂 以后就算精心的刷那些仪器给他 他的表现也不会体现出什么上限的 这是典型的早期角色 像我这种灵科号跟满配号都在玩 就很明白这些中间的落差感 关于辅旋他本身的生成大家不用去担心了 你看他的造型就一副线周铁壁的样子 只看生成那他可得 不太牛逼了 他这种设计模型就是在给全队扛伤害的嘛 我想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单罗刹的时候 你比如说这一次混沌下马 假如两个精英怪要玩跟卡夫卡 他们都在集火你队伍里面的某一个角色 那是有可能出现直接暴毙的情况的 就甚至罗刹自己暴毙都是有可能的 罗刹这种角色设计模型 他就是怕集火 他怕的就是单点爆破 然后全都爆破到一个人身上了 然后队伍里面有一个人噶了 你就得重开 这个就是混沌 混沌就是这么要求的 所以关于罗刹这个角色还是挺吃你的实战经验的 有时候你该交战绩还是得交战绩 该放点还是得放点 只会机械性的一直平A的时候 等那个被动的话 有时候太贪了 就一下子就被那个集火给没掉了 而相对而言 辅旋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了 因为绝大部分的单点爆破伤害都是由他本人来承担的嘛 他的设计逻辑跟罗刹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等辅旋更多的信息公开之后再聊吧 关于1.3下半的卡池 他牛逼不仅仅牛逼在辅旋一个人身上 而是在于林可你也可以抽到一定的星魂 林可的设计以及功能性给的慷慨程度 真的一看就让人非常的开心啊 在我看来 林可跟辅旋都一样 在高练度的情况之下都是能够单人撑起一个队伍的 星铁在1.3之后就会进入全民混沌记忆狂欢的时代了 如果你跳过罗刹1.3下半的两个生存 注意在你的队伍里面承担学终送炭的这个角色 下一个卡池搞定两个队伍 两份的快乐就这样交织了在一起 产生了无数的如梦一般的时光 实在是太美妙了 而相对于如果你是具备一定科金实力的中科玩家的话 那么上半的音乐以及他的光追啊 星魂什么的也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应该是目前星铁上半科金回报最高的主C之一了 有效的提高游戏体验 这个在我们原神圈子就被称之为中科玩家的底库 大家在规划1.3的卡池的时候 总结清楚自己的定位和需求就好 OK 今天关于新卡池的分析 我们就到此为止 如果感觉有帮助 不要忘记点赞投币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Stay Tune 意见 赞连 关注我们的频道 后续明天再跟进去 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